朝鮮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5月29日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大楼举行了协议会 朝鮮劳动党总书记 敬爱的金正恩统治主持了协议会 协议会有朝鮮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各委员 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 还有国家非常防疫斯林部一些干部列席 政治局首先听取了国家非常防疫司令部关于到5月28日为止疫情的报告 从5月27日到28日全国各地又有89,500多人发烧 有106,390多人痊愈 从四位底到5月28日为止 全国的发烧者共达344万8880多人 其中有3262,700多人痊愈 占94.602% 186,110多人正在接受治疗 占5.396% 向政治局汇报了各地区疫情和疫病经过特点 各种分析资料 药品供应工作和治疗经验 政治局听取有关初期发病地和传播途径的国家级研究查明结果后 讨论了相关问题 政治局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改善疫情予以肯定 就进一步巩固防疫初期所积累的经验 继续稳定和改善防疫战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政治局就根据疫情稳定的形式 有效地迅速调整和设施防疫规程和指针的问题进行了审议 协议会上通报各工作指导小组 有关党的八届四中全会所部署的 党和国家政策折行中期总结的活动情况后 讨论了有关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协议会上还对其他国家工作方向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毡